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大夫说了 你还有三年的寿命 那现在你已经预知实至了 你现在就得赶快放下一切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我劝他 他呢 最听我的话 我劝他呢 他就很乐意接受 让他真念佛 每天念无量寿经念佛 结果到第三年真的复发 复发过两次 第一次念佛 那么当时呢 还做了个伽马刀手术 伽马刀呢 是不用开老炉 直接在外面用那个 伽马刀 伽马线 把它去除 这个长出来的老刘 第二次复发 那是 这个 三年前 那个复发就更严重 那手脚都不能动弹 讲话 就讲不成片 于是呢 我鼓励我父亲 我说现在赶快求往生 放下一切 他明白 我说咱们就 也不要去做手术了 因为医生说 做手术把握不大 那要是做得不好 搞得这个半身不水 那个生命质量会很低 不如现在就求往生 他说好 于是我就送他到广东 心灵念佛堂 送到山上很清净的一个道场 念佛 他就放下一切 真的就等阿弥陀佛来接 结果呢 上山念了两个礼拜 哎 身体就刚开始恢复了 能走动了 能说话了 念到现在呢 全好了 这肿瘤不治而愈 那医生说 他这寿命不超过三年 是2001年初说的话 应该到现在 整整十年过去 这是第十一个年头 打破了这个医生的这个预言 念佛真好 他能够解除疾病 为什么他能解除疾病 念佛你别想别的 就想阿弥陀佛 你这个想最健康的想 你心清净了 真的那个肿瘤就能化出 所以我父亲现在又特别有信心 而且念得很发喜 原来很爱发脾气 现在不怎么发脾气 成天都笑呵呵 以前很少见他的笑容 现在笑出来了 进步很大 所以什么都不要想 就想阿弥陀佛 受持这个受是接受 我们对于佛在这个经典里讲的理论 这一部分方法境界完全接受 毫不怀疑 持是保持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把无量寿经的意理 落实 这叫受持 那么弥陀经和这部 无量寿经是同一部经 弥陀经讲得很简单 但是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 很圆满 因为这个阿弥陀经 它直接就是劝我们求生净土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去落实 讲得就比较少 所以印光大师呢 让我们按弥陀经修行 这是正行 信愿之明 同时还要辅助 按照安事全书 感应篇汇编 了凡四讯 这三本 作为我们的柱行 这个柱行 就是断恶修善 做善男子善女 那么 这是因为弥陀经讲得太简单 所以印足 用这个来做补充 但是如果用无量寿经 我们师父讲了 可以不需要 那三不符 就用弥陀经 就用无量寿经 也够了 因为安事全书感应篇 了凡四讯的理论 全在无量寿经里都有 你看 第33品到第37品 那就是专讲断恶修善 他的意思 也都涵盖了 所以 有人曾经问师父 师父提倡 让我们扎三个根 儒的根 地子归 道的根 太山改一片 佛家的根 十三叶岛经 这三个根 是我们断恶修善 那上了六十岁的人 还要不要用三个根呢 老法师说 不需要 就用无量寿经就行了 一部经 一句佛号 为什么呢 三个根 已经源源满满 涵盖于无量寿经当中 所以师父让我们呢 早课念阿弥陀经的 这个 这个 阿弥陀佛的48院 第六品 网课呢 念32到37品 做反省 这其实就是在落实三个根 所以六十岁以上 咱们就专用一部无量寿经就行了 那么当然三个根 他讲的更为详细 年轻人确实 有必要 要认真的学习 他还有点时间吗 这个归一 这个归是回头 一是依靠 这个学佛的同修 通常都要做一个三归一的 这个仪式 证明啊 你是归一三宝了 是佛弟子了 什么叫归一 我们也要懂 别人问我们 这归一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能说出个四五六 这个归一三宝 是讲什么呢 归一佛法僧 佛是什么意思 你看六祖慧能大师 在谭经里面 他给我们讲 他讲佛法僧三宝 他讲是绝正境 他不用佛法僧这三个字 大概啊 那时候唐朝 已经有人对 归一三宝啊 意思呢 就 有误会了 以为归一佛啊 就是归一那佛像 归一法 就是归一那经典 归一僧嘛 就是归一出家人 这个是搞错 那个呢 只能叫 住持三宝 外在形式上的三宝 他是表法的意思 真正归一是什么呢 自信三宝 佛者觉也 觉悟就是佛 觉而不迷 这个是归一佛 起信动念 没有 迷惑 正而不迷 正而不邪 邪是 叫邪念 邪行 都要把它放下 静是静而不染 染是染污啊 什么是染污 贪嗔吃慢是染污 我们从贪嗔吃慢 回头 回归 依靠自己的清净心 这叫 这叫 归一三宝 那么说到 归一三宝 这个意思 我们明了 怎么去落实 我们听起来 还是有点 不找边际 归一绝 我怎么个绝 归一正 我怎么正 归一静 我怎么个静法 在这一部经里面 全给你落实 我们师父讲 归一佛 就是归一阿弥陀佛 你心里常念阿弥陀佛 你就是绝而不迷 什么时候 你忘了佛号 这就是迷了 不觉悟了 归一正 正而不邪 就是依靠经典 依什么经阿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所说的 我们依教奉行 你就是正知正见 归一经 归一僧 我们归一 官是因 大是至 文书 普贤 这些 圣贤僧 他们给我们做好榜样 他们都是念佛 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 这三规 落实了 那么供养 普贤 菩萨说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罪 上供 上供诸佛如来 下供 六道 众生 供佛 怎么供啊 要用自己 真正 依教 奉行 来供养 依照 这部 无量寿经 我们真干 这是供养 佛 供养菩萨 佛 菩萨是老师 对老师的供养 不是用物质 用物质 那是很表面 老师也不需要 这些供养 最重要的是 学生 依教 奉行 供养 那么下供六道众生 怎么样供养呢 我们尽心尽力的宣扬净土法门 自己呢 依教奉行 申教 然后呢 还要宣扬这个法门 这是严教 就像前面看到的 十方诸佛如来 都是这样 说诚实言 称赞 无量受佛 不可思议功德 这个就是法供养 讲无量受经 流通无量受经 劝人念佛 往生 这就是供养 好 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 上面呢 是说 你修行 这是因 底下呢 就讲到啊 这个 所得到的果报 真实的功德 乃至能法 一念尽性 所有善根 至心回向 愿生彼国 随愿皆生 得不退转 乃至无上 正等菩提 这是讲 这是讲修学的功德 那么我们修学 只要能够发一念尽性 将所有善根 不管你是修哪一个法门 禅也好 密也好 教也好 都可以 你只要呢 能够对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 有一念尽性 你相信 而且是 亲尽心 这是往生的条件 确实 在历史上 我们看到很多的祖师 印度有马鸣龙树菩萨 他们不是专修净土 但是他们也念佛往生 中国有永明智者 天台的智者大师 他是修天台中 他念佛往生 永明大师呢 他这是禅师 到晚年 这个专修净土 还有净土宗啊 第十二组 侧悟禅师 也是修禅 最后也是回归净土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最重要的 你要有一念尽性 将你这一生所修的善根 至心回向 至心就是真心 只要你能够发起真心 回向求生西方 没有一个不往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 这个 有一位同修 他是从日本来 来看我 这前两天 他就跟我讲 他说有一次生病 病得很严重 自己觉得快要死了 结果呢 虽然他是有点迷糊糊糊的 可是他意识还是清醒 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这个时候 他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 拼命念佛 求往生 结果呢 就在他这个 像是昏迷 又不是昏迷的状态当中 他就见到西方山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达世之菩萨 就现前了 他很欢喜 你看 他有一念尽性 他的信心清净 就感得阿弥陀佛 现前 可是呢 当时他看到佛来了 本来是可以跟着佛走 但是他又想到 哎呀 他的先生比他年纪还大很多 他得照顾他先生 如果他不照顾 他先生没人照顾了 你看这一念 心起来之后 阿弥陀佛 那西方山盛啊 也就不见了 他的病就好了 结果他对我说这个情况 他觉得有点后悔 他当时就应该早点往生 我说是啊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你就具足神通啊 天眼动视 天耳彻听啊 你就看到你的先生 你就知道怎么帮助你先生 你有能力帮助他啊 他说他当时就没有想起来 所以一念呢 舍不得的心呢 佛来了 他就错过机会了 那这是什么呢 他没有置信的回向 他的心呢 不够置诚 置诚心是一切方向 这个世间一切牵挂都没有 这叫置信 愿胜逼国 他这样置信的发愿要往生的话 随愿皆生 肯定得胜 阿弥陀佛都来了 哪能说不得生 所以这个 他这次 他来跟我讲这个情形啊 他说以后阿弥陀佛再来 他一定走了 我说这就对了 为什么呢 你走了才能真正帮助你先生 你不走 不仅是未必能帮助你先生 而且呢 过去生中生生世世 这么多的父母眷属 你也不能帮助他们了 所以要用理智 不能用感情 只要你真肯去 哪说去不了的呢 只是你不肯去 那就没办法了 阿弥陀佛很随身众生啊 他就让你多在这世间留的 等到什么时候因缘成熟 就是你真愿意去 置信回向了 愿生彼国了 那时候就来了 那这个 一念 尽信这个一念 大家也要有其主意 这个一念呢 就是一心 一心 那是没有任何的妄念 这个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心 具足十法界 那这个一心里头啊 具足万法 这个心 是真心 那我们怎么能得到真心 念佛念到 没忘想了 这就得到这一心 这一念 尽信啊 你就得到了 那这个心呢 真不容易啊 为什么呢 假如我们念头里还夹杂了很多妄念 还有很多的牵挂 还有很多放不下 这就得不到一心了 啊 这个信也不叫尽信 真正尽信的人 还有什么放不下呢 啊 他知道 阿弥陀佛 一定来建议他 他把自己身心 世界 全都交给阿弥陀佛了 他一点忧虑 烦恼都没有了 有的同修 也曾经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念佛往生 他说我肯定是要去的 但是现在嘛 毕竟还要生活呀 啊 还要工作啊 啊 还要挣钱呢 哎 就很多事情还等着我去做 那我怎么能够放得下 就一心求往生 这个是他没闹明白 啊 这个 所以他的那个信呢 就不是尽信 那心也不是一心 真正发起一念尽性的人 他懂的 啊 阿弥陀佛 会给我们啊 照顾的好好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 干什么了 只有一桩事 就是啊 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 同时呢 帮助众生 让众生觉悟 啊 他不会有任何顾虑 啊 因为帮助众生 啊 也不用自己操心 这是仰仿佛力 这是仰仗佛力 靠自力 也很难帮助得了众生 只能够是啊 靠佛力加持 既然靠佛力 佛是靠得住啊 啊 啊 那我们 什么都不用操心 啊 一切都由佛菩萨安排就好了 自己呢 老实念佛 啊 有缘就帮助众生 没有缘 真的老实念佛 那帮助众生 也不 跟这个老实念佛相冲突 啊 念佛是 总是要老实念佛嘛 啊 这一念静性 始终都是这样保持的吗 啊 只是有缘分的时候 哎 众生听我讲 哎 我就跟他们讲讲 分享分享 这个啊 净土法门 啊 这个 心态啊 哎 我也是啊 最近 才琢磨出来 过去 我老把这两个对立起来 啊 杜众生和自己修行 老对立 好像杜众生就不能做自己修行了 啊 自己修行就不能去杜众生 其实这两个是一不是二 自己修行 那就是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现在不是还没走吗 还没走怎么办呢 遇到有缘的人 我们应该去帮助他 啊 帮助他呢 第一个层次是帮他断恶修善 啊 告诉他伦理道德因果 让他做一个好人 第二个层次呢 教他破迷开悟 啊 让他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 啊 让他能够啊 啊 求生净土 第三是帮助他 转凡成圣 啊 带领他修行 啊 最后呢 他真正也有把握往生 啊 一往生就成佛 那不就是转凡成圣了 那帮助人是有缘就帮助 不要修缘 啊 要随缘 但是没有缘 我们绝不攀缘 我不去自己找 自己找 那就攀缘了 啊 所以 你看我现在有这个圆 啊 有这个讲台 啊 下面也有听众 啊 虽然听众不算多 哈哈 啊 有一个两个 我们也得讲 啊 给大家呢 讲讲这个 啊 净土法门 大家乐意听 我就给大家讲 可是自己呢 老是念佛 求生净土 啊 佛要是真来了 那我们赶紧往生 啊 佛什么时候来呢 他一定是知道 佛什么都聪吗 什么都晓得吗 啊 他就知道 你的缘近了 他就来了 啊 那现在他没来 说明我的缘还没近 我就是想求生净土的 其他什么事都不想干 啊 佛未来就是代表呢 我还跟这些地方的众生有缘 啊 那佛师门众不舍一人 只要有一个人还听我讲 我就会留在这世间 就这个心态 你看多好 一点牵挂都没有 随时准备好往生 啊 这叫 啊 这是 所谓一念净性啊 你的信心就清净了 我也不会担心 明天吃饭 啊 有没有着落 明天住哪儿 一点不担心 啊 现在我什么财产都没有 什么存款都没有 啊 但是我不愁吃 不愁穿 啊 真的到没吃没穿 没得住 怎么办呢 就往生了 那就是往生的时候来了 都好啊 啊 这一生真叫无忧无虑 得大自在 啊 这个道理真明白了 你的心一下就得到自在了 啊 真的就没有任何牵挂和忧虑 多好啊 所以师父老讲啊 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啊 哎 我体会一点点啊 虽然体会不多 真体会到一点 啊 这体会一点 你就知道 这世间什么东西都不会诱惑你了 明文立扬 五欲六成 比起这个 最高享受来讲 那是不能相比 啊 那么剩余的时间 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啊 啊 不断的保持这个一念尽心 不要让他失掉 这一失掉 哎呀 那真的是这个机会错过了 以后啊 恐怕无量节 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机会 所以真正能保持 一念尽兴 所有善根 至心回向 愿生彼国 你看 这就是信愿具足 那信愿具足 偶遇到时讲 决定往生 你就往生有把握了 啊 所以随愿皆生 得不退转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这个好处 不退转 这个不退转 不是普通的不退转 是元正三不退 啊 相当于 元教八地 以上的菩萨 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元正三不退 啊 哪怕是你 凡圣同居土 下下平往生 一样都是元正三不退 啊 你得到的是八地以上菩萨的受用 乃至无上正等菩提 那更不得了了 啊 那是成佛 这个佛 是元教 佛果 啊 不是分正佛 是以旧境佛 啊 这个真的是果报 不可思议 啊 因此 十方诸佛 都赞叹 这个法门 啊 都宣扬 这个法门 都劝我们啊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好 我们底下呢 再看二十四章 三倍往生 第二十四 这一章的经文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啊 因为佛 在这经理讲了这么多 啊 极乐世界 这么殊胜 不就是让我们 求往生吗 怎么个往生法 啊 往生的条件是什么 这一章经文 就告诉我们 讲得很清楚 所以 这一章 讲到三倍往生 上倍 中倍 下倍 那往生 这三倍的往生 都有同一个条件 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八个字 三倍都有 所以这八个字 可以说是求生极乐世界 修学总纲理 那么我们细细的来学习 我们看经文 佛 这一章是总说 十方世界 诸天人民 这是包括的范围 很广了 这个一切世界的众生 诸天人民啊 是指六道众生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三倍啊 实际上呢 都是讲凡夫 咱们凡夫都有份 上倍也有份 因为这里讲的是诸天人民 那就是六道众生 咱们就是 岂有志心 愿生彼国 这个志心 就是真心 真心啊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 是觉悟的心 觉悟什么呢 在这六道里头 生死轮回 太苦了 赶紧要处理呀 你有这个心 就是觉悟 那这个世界上 有这种觉悟的人呢 太少 都沉迷于这个生死 轮回当中 迷惑颠倒 不肯回头 那我们关键呢 不是看别人呢 是问自己 到底自己觉悟了没有 能不能够啊 想着这一生 出轮回 不再搞轮回 那如果轮回 说老实话 那是一世不如一世 你想想我们这一生 造了多少罪业 杀盗淫妄 贪嗔吃慢 造了多少 造了恶业 将来必得恶报 贪嗔吃 赶三途果报 人生都难得了 所以 如果不往生啊 那下一生 多半比这一生更苦 甚至连人生都保不住 那地藏经里讲 言辅体众生 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人 起心动念 无补是罪啊 仔细想一想 这不是吓唬我们的 真的有道理 你看我们这众生 起心动念 是想为众生呢 还是想自己 想自己叫自私自利 那就是罪啊 罪的根就在于自私自利 在我之 有几个说 能牺牲奉献 放下自己 为佛法为众生 这种人是圣人的 所以 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 那么 真正觉悟的人 他一定是一心一意 求生净土 这叫智心 愿生逼果 这个智心是太难得了 只要你真正发起这个智心 愿生逼果 十方诸佛如来都赞叹你 都护念你啊 为什么呢 你这一生成佛的缘分到了 所以 真正发起 愿生净土的心 那 从今以后啊 我们不能再造恶了 起心动念 都要念佛 都要想 求生净土 想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 对于这些 这个世间 五欲六成 明文利亚 统统放下 这个人就真觉悟了 那么这种人 我们讲 分为三倍 上中相 我们来看经文 首先是上倍 其上倍者 舍家弃欲 而坐沙门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修诸功德 愿胜彼国 这个上倍的 往生的人 这是 非常 难能可贵 那么这种人 什么样的条件呢 经文里面说 第一句 舍家弃欲 这一般同修 看了这句 哎呀 就觉得 我这生没指望 这得出家呀 我不出家 恐怕上倍没有指望 这是 你是忘文生意 那我们这里 得好好讲一讲 什么叫舍家弃欲 如果说 要剃了头 穿起这个 和尚的衣服 那就叫舍家弃欲 那就错了 难道在家的人 就不能有上倍往生吗 你看看 《无量寿经》里面 第二品经文里面 贤户等十六正式 他们都是在家菩萨 那都是等觉菩萨 在家人 出家的人 出家的人 出家的文书 他们是出家菩萨 也是等觉菩萨 他们也是舍家弃欲 在家的十六位菩萨 也是舍家弃欲 当然他们更是上倍往生 等觉还不是上倍 所以我们不能够执着这个文字 舍家弃欲 就一定是剃头那个出家 出家 我们要说明 出家有所谓的四种出家 第一种出田宅之家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出家的法师 他们把这个家庭放下了 妻子儿女不要了 这个父母别理了 出了自己田宅之家 出了这个家 算不上是真出家呢 那当然未必 如果出了这个小家 便进了一个大家 现在很多是要寺院 要这个财产 妙产 这个不能叫出家 因为什么 烦恼没断 他对于明文立言五欲六成 如果是还执着 那没有真正出家 只能叫出田宅之家 真正出家 是讲出烦恼家 这第二类烦恼家 真断烦恼 真修行人 第三种家 是六道轮延恼家 是六道轮回之家 我们在六道灯中轮回 生生世世啊 都在这个大家里头啊 没有处理过 现在呢 要处理 这叫出家 第四种生世之家 不仅是六道里面的 分段生死 出力了 而且呢 什法界里面的便衣生死 也出力了 换句话说 这个是成佛 出生死之家 所以这四种家 看我们是哪一类 那讲的出也有四种 第一种呢 生出心不出 那是讲的剃了头了 穿了和尚的宽袍大袖的这种服装 可是心呢还迷恋于五欲六成 明文立亚 心没出 这我们这现代世间呢 也有不少 第二种呢 是心出生不出 那是讲在家居士 真修行人 虽然他没有剃头 可是呢 他心真出家 心地清净 对于世间明文立扬 五欲六成 他不沾染 舍家弃欲 他这个欲真正放下 五欲 财色明十岁 这五欲他真正舍弃 就是经里面所说的 像贤户等十六正式 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 像这个清朝彭济清居士 他真正那是出家 虽然是在家居士 那是真正舍弃欲 还有我们最近看到了 李炳南老居士 我们师父的老师 师公 你看他这一生的行义 弘法立生 自己呢 生活极其简单 日中一时 他的行驶 我们师父讲 那很多这个出家法师 都比不上 这是在家人 心处深不处 那么师父老人家 也鼓励我 走弘法 立生的道路 这一生呢 交给佛菩萨 交给龙天护法 那我从小 得母亲的培养 母亲的教育 把我呢 教养成人 在世间呢 也求学 这个 也工作过 那么在五年前 把工作辞掉了 发心呢 这后半生 讲后半生 也一点没错 我现在 今年都三十八了 过年就三十八了 人生过一半 后半生的时间呢 就是做 弘法立生的事 师父鼓励我 要少龙佛种 担负如来 加业 那我呢 没有结婚 我是单身一人 没有家里 走这条道路啊 还是很方便 现在父母呢 也都很支持我 母亲呢 一直都很支持我 那父亲一开始呢 他想不通 我也没敢告诉他 我辞了职务之后 先斩后咒 因为我是独子 他这个 我知道他放不下 那我在昆斯兰大席教书的时候 我请他到澳洲来旅行 让他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在跟他一起 这个这个 生活的时候啊 我就不断地给他灌输这方面的意念 我说你看啊 众生这么苦啊 咱们这么快乐 也想到众生苦 他为什么苦呢 没有文法呀 不觉悟啊 迷惑颠倒才苦 所以是不是应该啊 我们有这个能力啊 多给众生啊 讲经说法 让众生明白啊 他说是啊 但是呢 心里我知道放不下 所以呢 我只告诉他 我说 我在大学呢 请长假 请长假 因为他知道 我是得了终身教授嘛 终身教授 大学不会罢免我的 所以我就请长假 现在呢 有空就给大家讲经说法了 那后来呢 他也就慢慢知道了 别人也告诉他了 那么直到前两个月 突然打电话告诉我 他说他想通了 要支持儿子 弘法立生的事业 这个 他说 儿子将来出嫁 他也支持 哎呀 我这想 这感恩阿弥陀佛呀 让我父亲终于觉悟了 这他自己对我说的 当时让我很吃惊 我还怕了是不是忽然心血来潮 想到的一个妄想 我说 因为第二天就是他生日 我说第二天您生日啊 在佛前 发愿 将儿子呢 捐献出来 为三宝 弘法立生 将来如果能够出家 做好的法师 他说好 第二天他真的在佛前发愿 愿意把儿子捐出来 这个我们相信都是佛菩萨感应 让我父亲真正放下 其实他真正放下 对他自己是最好的 这是他往生的资粮啊 往生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那你福德是什么呢 福德是你要布施啊 才能有福啊 那你把儿子都能布施出去 哎呀 这个福太大了 所以真是感恩阿弥陀佛 念佛念明白了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 身没出家 但是呢 确实 我们要向真正出家人学习 心要出家 对于这世间一切都要放下 一切都不沾染 那么如果真有这个因缘 要出家 真正剃头 讲经说法 为佛菩萨 这个做出家人的这个样子 我们也随时做好准备 一切随顺因缘 我想呢 真正到出家的时候 那佛菩萨会来请我的 他会安排这个因缘的 那现在我们不去攀缘 我们就是好好的专业经教 不断地提升自己 所以这个第二种是 心出身不出 那么这种实际上也是 舍下其欲 二座沙门 我记得我在二十岁那年 还在念大学 我曾经在自己生日的时候 写过一首诗 字免的 其中有两句 我还记得 内密沙门行 外险在家乡 当时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心血来潮写 这两句话 沙门就是真正修行人 这是印度化 所谓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这种人就叫沙门 那是真出家人 内心断烦恼 外险在家乡 这叫心出身不出 第三种是身心接触 这就是了不起的 佛门的大德 祖师大德 那真正是哨龙佛种 这些大法师 大师 就是不讲远了吧 就讲近代 你看民国以来 地贤法师 印光祖师 虚云禅师 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德 红义大师 律师 那还有我们现在 近空老法师 我们的师父上人 那都是身心俱出的大德 这些也是舍家弃欲的人 第四种是身心都不出 这个是真的是凡夫了 这个凡夫不是讲那个不学佛的人 不学佛固然就是身心接都不出 学佛的人 他也身心接不出 那是讲那些居士 天天他也念佛 他也听经 可是心里还染着五欲六成 还贪图明文理 这对于修行 他并不放在心上 还迷恋人间 富贵功名 这种人 那就是身心都不出的人 那么所以 这里 佛提醒我们 要舍家弃欲而做上门 真正修戒定慧 放下贪嗔痴的烦恼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这个修诸功德 真正的功德 那就是戒定慧 那么 愿圣彼国 肯定能得以往生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这句还没讲完 因为非常重要 等我们过了年 因为我这过年期间 要回家看看父母 这个很久没回去看看他们了 在这里讲经 应该回去看看 也鼓励鼓励他们念佛往生 也要回去静静笑 所以呢 过了年以后 这个我们2月16号 继续开始在此地讲经 好 这个 今天讲的不妥之处呢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那么我希望呢 大家在过年期间 也不可以啊 因为没人讲经了 就懈怠了 还得呢 多回去啊 继续听经啊 多念佛 最好是啊 这个 自己加码 因为呢 这个 过年期间 大家放假吗 有时间吗 多用功 啊 这个 这个 能够啊 一天 花个几天时间 啊 每天 能够十个小时以上 啊 听无量寿经 读无量寿经 啊 这念阿弥陀佛 这个很 很大的功德 啊 这真正叫 舍家弃欲 而坐上的 我以前在 念书的时候 啊 工作的时候 都常常是这样 利用节假日 就在家里 十几个小时 用功 啊 不讲话 直语 啊 在家里 闭关修行 啊 无量寿经 读个六部 七部 啊 这个 听无量寿经 啊 念阿弥陀佛 拜佛 啊 拜个三百拜 五百拜 啊 这个修行啊 你会觉得 发喜充满 好 那 希望啊 我们一起共念 好 我们 一起来 恭念 回向祭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